1964年,一名女孩下班回家,在家门口遇到歹徒袭击,被刺了许多刀,她大声呼救,整个过程持续了35分钟,目击者高达38人,但没有一个人上前制止。 有的邻居甚至干脆搬了凳子坐在窗边看热闹,直到警察赶来,袭击者早已逃之夭夭。 那么,这些围观的邻居是有罪还是无罪的呢? 这是男主正夜参加律师面试的题目,其他人都说有罪,只有他认为无罪,不能因为袖手旁观就追究其责任,但最终没被选上,只能去一家儿童福利机构当职员,一直对这场面试耿耿于怀,认为自己的回答没有错,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刷新了他的认知。 主角是两个小孩,十岁的姐姐多宾和七岁的弟弟,从小他们就失去了妈妈,爸爸无情地剪掉了所有关于他的照片,姐弟俩甚至都不记得他的样子,只能靠着想象,爸爸基本不管家务事。 多宾不但要洗衣服,还负责照顾弟弟,一包海苔蘸着酱油,就是两人一整天的伙食。 到了学校,多宾是能歌善虎,占少儿女团C位的可爱少女,收获迷地无数,他的梦想是希望将来可以当一名歌手,日子虽然无常,但也算过得快了。 不久,爸爸找回了一位后妈,姐弟俩开心地以为即将迎来新生,可以吃饱饭,穿干净的衣服,做一个有妈妈的孩子,谁知却是跌进万劫不复的深渊。 后妈只亲戚了几天就圆形毕露,弟弟不怎么会使用筷子,吃饭的时候总是狼吞虎咽,撒到餐桌上。 后妈告诉他吃东西要小心,弟弟却只会乖乖捡起来吃掉。 这一个小小的举动,让后妈不耐烦地拿下胳膊上的头绳,慢慢地把披肩散发扎起来,眼睛里散发出一种狠劲,死死地盯着姐弟俩。 这是他要打人的前兆,每次弟弟犯错,多宾也会因为没有教育好他,受到相同的待遇。 无奈之下多宾只能去报警,结果不仅没有解决问题,反而遭到了白眼,就被妈妈打了几下就报警。 最近的孩子真可怕呀,冷漠到让多宾陷入自我怀疑,难道这件事是自己做错了吗? 后来多宾被踢皮球一般,交到了儿童福利中心,第一次见到了男主正业,他告诉多宾他没有错,遇到困难找警察怎么会是错事呢? 可他虽然有心帮忙,也无力改变现实,儿童福利中心只是保护机构,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。 唯一能做的,就是去到多宾家里,对后妈进行劝讨,可他段位十分高超,一脸笑盈盈的对待工作人员,上演了一场贤妻良母的戏码。 反倒说是多宾在说谎,转来转去,正业他们不仅一点忙都帮不上,反而还起了副作用。 后妈扭头又是一顿暴打,弟弟蜷缩在角落捂着耳朵,不敢听姐姐的惨叫,爸爸对姐弟俩也根本没有爱。 之所以继续留着他们,是因为各种福利机构和亲戚会往孩子名下汇钱,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。 多宾想去告诉班主任,却心有余悸,不知道怎么开口,老师其实已经看到了他脖子上的伤口,却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借口离开了。 他们只能去找正业,虽然他的好意也很敷衍,却是唯一愿意耐心对待他们的人。 他们一起去吃汉堡,孩子们害怕会洒到桌子上分开来吃。 正业去告诉他们,汉堡就是边洒边吃的,他们拿着妈妈被剪掉的照片,想找到妈妈的闺蜜,看看妈妈的真实样貌。 正业懒得去找,便带着他们一起去逛动物园,一起画画,可他始终是要当律师的人,不会甘心留在这种小地方。 首尔有了新的机会,他很快就离开了,临走前两个孩子对他依依不守,正业给了一张五万韩元,让姐弟俩去吃汉堡,还给了一张自己在儿童福利机构的名片。 没想到这一点点的好意却成了一系列噩梦的导火索,后妈看到了名片,以为多宾又去举报他们,变本加厉的殴打。 多宾湿漉漉的躺在黑暗的角落不能动态,餐桌上爸爸和后妈面无表情的交谈着,他根本不爱俩孩子的妈妈,更是一度因为多宾长得像妈妈而感到厌恶。 第二天上课时,多宾直直的从座位上倒下,耳朵冒出了血。 原来,后妈山尔光山的太狠,多宾耳膜穿孔,他一直叫着正业的名字,在所有大人中,他最信任他,别人只是嘴上说会帮忙,但根本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。 班主任找不到家长,只能打电话给正业,他赶回老家看望了多宾,躺在病床上的他虚弱地问, 可他已经在首尔找到了工作,以后很难会回来了,多宾内心最后一丝的希望也破灭了,正业有些良心不安,却找了儿童福利社,希望能够起诉。 前同事们像看校会一样看他,他去找了后妈,他依旧撒谎不眨眼睛,说多宾只是自己摔倒而已,又去找了多宾的爸爸,得到的答复更令人寒心。 就这样,正业转悠了一圈,又回到了原点,只能带着歉意回到了首尔。 大律师事务所的老板给了他豪车钥匙,让他好好干活,人生可谓是圆满, 多宾尝试拿同学的手机给他打电话,他也因为工作忙而没有接听。 很快,正业给他们的五万韩元也被发现,后妈以为弟弟偷了他的钱,火气更大了,逼迫多宾殴打自己的亲弟弟。 多宾轻轻删了几下之后,被后妈拉开,又继续狠狠地叫去。 楼下的邻居听到天花板被砸得框框响,这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严重,却不想管别人家的事情,觉得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。 有邻居路过他们家门口,听到了姐弟俩的呼喊,只是不耐烦地说,哎,又开始了,又开始了。 正业的工作如鱼得水,等再次听到姐弟俩的消息时,得到的却是弟弟的死讯,凶手居然是姐姐多宾。 原来,在后妈的恐吓和周围人的冷漠下,多宾对大人们失望透顶了,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打死了弟弟。 此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上了各大新闻的头条,正业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内幕,自己的好意居然间接害死了弟弟,内心十分懊悔。 他离开了事务所,回到了家乡,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法律界朋友,决定帮助多宾还他一个清白,还死去的弟弟一个正义,对整个过程进行复盘。 调查出,后妈是法学院毕业,在做保险策划师的时候,就骗了客户数十次,后来被判了刑,可在监狱也很厉害,靠着愤怒调节障碍的病症成功出狱。 这一次,也是把所有罪责推给了多宾这个未成年人,他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制裁。 他们想要找回公道,必须在法院判决之前,起诉他虐待儿童和杀人罪。 收集了一系列罪证,像是弟弟触目惊心的尸检照片,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十岁小女孩能干出来的,号召周围民众签名请愿,用舆论的力量施压,班主任也极力弥补错误,收集老师们的证词,终于让法庭受理了这个案件。 可是,郑义没有想到,一张法院的船票让后妈再次疯狂,并威胁多宾抄下悔过书,把所有过错揽到自己身上。 郑义拜托同学送礼物过去看他,也被后妈发现差点打死。 郑义终于鼓起勇气,把多宾带回自己家,爸爸跑来大闹了一通,说就算告证了法庭,多宾依旧是他的女儿,他永远也逃脱不了原生家庭。 多宾被爸爸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,法庭上,后妈哭着推卸了所有的责任。 多宾只是一个劲儿的哭,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后妈的暴行,眼看着庭审陷入了僵局。 郑义发现,自己之前随手送给姐弟俩的玩具猴子居然有录像的功能,现在正好到了多宾同学的手上,通过里面的视频还原了当晚的情形。 后妈像发了疯一样,对姐弟俩拳打脚踢,怎么哭喊都无济于事。 等到他发泄完,弟弟已经奄奄一息,伤痕累累的姐弟俩相互依偎在一起,弟弟内脏破裂,腹部肿胀的厉害。 还以为是自己吃多了饭才这样,没过多久就没了呼吸。 在铁证之下,后妈依旧不肯悔改,对周围人哭诉道。 最终,法院判决后妈坐牢16年,爸爸因为纵容虐待儿童罪,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 多宾有了新的生活,也在正业的帮助下,见到了妈妈真实的样子。 有了这个照片,弟弟在天堂,应该就能找到妈妈了吧。 这个电影《小委托人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,原形是两个小女孩。 姐姐经过心理治疗后,才敢指认真正的凶手,而现实比电影更加的触目惊心。 2001年,韩国街道的虐待儿童报案为4133件,到了2017年,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4169件。 电影里多宾遇到了愿意站出来帮他说话的律师,可现实当中,孩子们遇到的最多的是无动于衷的邻居和嫌麻烦的周围人。 可怜的孩子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日复一日地忍辱负重。 周围的人无动于衷让人心寒,可说到头来,你也不能说他们道德败坏。 就像一开始的案件那样,不能因为袖手旁观,就追究其责任。 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世间的恶人有恶报,但真的遇到了恶人,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大声指责,维护正义。 这可比网络上敲键盘要难多了。 只希望当我们真的遇到类似的事件,当有孩子发出求助信号时, 每个人都能力所能及地管一点点闲事,或许就能挽救一个孩子的生命。 好了,这里是悟空闹电影,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, 关注一下哦。